大家不用再擔心 我到底要不要吃龜仔條 我到底要不要吃木耳 我到底要不要吃哪一個食材 那個食材是不是不能吃 有米酵菌酸 大家人心惶惶 然後你現在 到現在人家在質疑你 你第一時間去稽查 沒有把食材扣起來 你們居然還把責任丟給食藥署啊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所以我要講 如果這個邏輯通的話 中央也沒有要講安安當台北市市長 你講安安是不是辭職 用這種甩鍋的方式 只會讓台北市民更憤怒 昨天還有一個案子 日本料理的連鎖餐廳 也發生有食品中毒的案件 你知道台北市衛生局去稽查的時候 一樣沒有把食材帶回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已經有前面那個案例了 大家都知道當時如果有帶食材 現在真相大白 包含王必勝這樣講 包含台大法醫所的所長這樣講 而陳彥元衛生局長也沒有否認 也認為這是事實 那為什麼不亡羊捕牢呢 蔣萬安與其開記者會 像個錄音機 一直在重複別人講過的話 不如趕快把這些缺漏的SOP補足 才會讓台北市民相信你 信任你 羅醫師要補充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天佑台北市 我剛剛講 你3月24號出事情 現在發現有毒素 而且在出事的手上 你沒有去把那個餐廳封起來 我說天佑台北市 如果3月24號25號繼續營業 繼續賣東西 繼續碰呢 這是第一件事 而且聽說那個毒素 有一個毒物科的醫師說 這個毒素在人體 半衰蹄是102個小時 但是如果在普通的 這些食物裡面 天長地久 那個毒素是天長地久 第二件事情我要講的是 食品跟藥品是不一樣的 在藥品 我們在管理上什麼 是推定它有毒 所以藥品如果要通過我們的核准 第一期的瘟事件是什麼 就是安全性 沒有要先講究 沒有影響人體安全 才能繼續下去 可是食品 我們一般是推定無毒 但是如果出險了 發現發現這些 我們說死亡的案例 全部都要認為是有毒 要好好研查 所以雖然法律沒有規定 上級沒有規定 你是出現了致死案例 你全部食材都要扣 這樣懂了嗎 所以我覺得 台北市的衛生局長 陳苑元醫師 他也是個台大醫師 也是個教授 怎麼會講這個話 我倒想不通 所以我想原因就是因為 進朱者赤 進末者黑 因為進入了蔣萬安團隊 頭腦跟蔣萬安一樣 大概是這樣子 老九搞到最後 我們大家都要當柯南 變做會來查案辦案 因為20號沒查 我給大家看一下 前一陣子大家就在問說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整個 如果是食材有受到污染 還是說有問題 怎麼會20號這一天 並沒有任何的一個病患 很奇怪嘛 今天假如是龜阿條 有問題 還是說是蛋有問題 任何一個食材有問題 應該是每天都有啊 所以我說大家當柯南嘛 勇哥應該給那個資訊太關鍵了 他用那個機車啊 在那邊載那個所有的那些龜阿條 20號那一天 就剛剛好是新的龜阿條 然後拆封的日子 再過去 然後把它打開 所以現在 大家當柯南 又有可能變一個情形 哇 這樣子可能就一致了 就是20號那一天 是龜阿條被打開 是新的 可是隔天之後 又開始敗壞 然後開始符合某種藥件 產生米酵菌酸 不對啦 我說我們在這裡辦案是不對的啦 這是24號 如果台北市政府 有扣到食材 我們不用在這裡贏天財嘛 所以說真的啦 不用扯這麼多 24去沒扣 26中央財跟著台北市 去把它扣了35央食材 可是時間已經慢了嘛 這就是真正的真相 所以怎麼看呢 我還是很想弱弱的問一句 因為今天那個台北市政府啊 就就講說 啊抓到了 這個就是這個 廚師的手有米酵菌酸 這個保齡這個 逃不到責任 好聽起來哇 好像大家找到 那問題是 大家想要問說 那廚師的手有米酵菌酸 那為什麼他自己都沒事啊 對啊 他沒有吃啊 因為他沒有舔手指 他沒有吃手手啊 他都不用摸鼻孔 廚師知道他的手很髒 廚房很髒 他沒那麼笨 他看到了現場狀況 他不會碰他自己 不是 而且重點是說 那你看你 他19號到24號 都有事情 就讀讀20號沒事 當然冠廷剛剛有講啊 就是這個今天有公布嘛 就是說因為他20號的 20號的那一天 是拆開新的龜仔條 可是問題是新的龜仔條 你就算拆開出來 你手上有米酵菌酸耶 有道理 那你都不用剝喔 你就是 他是24號那一天的手上 所以24號那一天 衛生局去積查的時候 沒有帶回食材 但有從這個 廚師的手上去做檢討 廚師的手是乾淨的 所有的食材都可能被污染啊 你怎麼可以不扣呢 他的手都不用去碰到別 所以24號的手 有米酵菌酸 卻沒有把他拿過的東西 帶回去嘛 所以問題現在就在這邊 所以這個衛生局長說 食藥署沒有規定要扣 我剛剛就衛生局長 太天才了吧 為什麼廚師會沒事呢 他都不用跟人家握手 然後都也都不用